有个叫苗苗的小姑娘呢 前段时间买了一辆小鹏的那个Mona的这个M03汽车啊 你这车最低配呢也就是12万块钱不到 国家呢又给苗苗呢2万块钱的这个补贴 最后算下来的话呢 这个车呢10万块不到就拿下了 那本来挺高兴的一件事情嘛 对不对 但是就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 这个苗苗居然说是跟小鹏公司啊 在维权了 是吧 要打官司了说 退车 就还让那个小米公司呢退还双倍的那个定金啊 绵绵一开始是交了5000块钱的这个定金 但现在绵绵想让那个小鹏呢 赔1万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呢就主要问题出在这个小鹏的那个交付汽车的时间啊 延期了 早期那个合同里面写在呢 就大概是12月3号的时候交车 但这个月13号的时候呢 那个小鹏呢就给那绵绵发短信说 3号可能交不了 可能得得得等到1月份 甚至更后面才交车了 这一下苗苗撑一下就毛了嘛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意味着国家要给苗苗的这个2万块补贴啊 苗苗拿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今年呢就出了一个政策 叫以旧换新的这个买车政策 大家听说过没有 就你呢只要把满足标准的那些油车呢 给它报废掉 不开了 然后你去买电车 只要你买的那个电车呢 在国家规定的那个名单里面的话 国家就给你2万块钱的这个补贴 但这个政策呢 它有个截止 截止日期 这个满满头痛的 就你拿到车的这个日子呢 你最晚呢 不得超过今年的这个12月31号 也就在今年的年前买了才算 超过这个日子啊 2万块钱补贴 就不给你了 就没了 那淼淼当初买车的时候 反复跟小鹏的那个销售确认过的 31号钱能不能够拿到车 小鹏说应该可以的 这是怎么着都可以了 于是给了他一个定心丸 淼淼才下单的 结果好了吗 这个又告诉他 估计够呛 那直接不就意味着 2万块钱有可能飞掉了吗 那淼淼肯定是炸卯了 那我们如果说 摊到我们身上 我们也一样的 于是就有了后面 跟小鹏就闹啊 要退定啊什么的 这种情况 跟各位讲啊 其实这段时间挺多的 你北京有个小伙子叫林泽 买了那辆小米苏七 前段时间也被告知说 交付要延期 搞得他也挺焦虑嘛 生怕那个补贴拿不到了 他甚至最近还动了个念头 说是找黄牛 加价个一万来块钱 把这个小米苏七先买到啊 你还有像那个 蔚来最近不是出了个乐道车吗 也有种交付延期的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国产车啊 产能不足的这个情况 这个事情大家这年听的 也不少了 为什么老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肯定两方面导致的嘛 一方面你像小米啊 蔚来啊 这些新势力的话 本身就是拔地而起 新造的这个厂 新造的这个车厂 本身的工业基础 产能啊 不像比亚迪啊 吉利啊这种老牌车厂 那么的这个雄货那么晚辈那么从容 对不对 但同时的话呢 这帮新势力的这个营销能力又特别 特别牛特别炸 你像雷军嘛 开个小米发布会 多炸力啊 一开个发布会卖出去 八万八千多辆车啊 最后算下来 两百多个亿啊 直接咔一页就卖出去了 但问题是你卖得出去那么多 你产能跟不上啊 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不是会传出说 你这个交付延期的问题 你记得雷军吗 今天送个雨伞 明天送个背包 对不对 安抚人心去了 但如果说你要让人直接把两万块钱的这个补贴都损失掉的话 你光送你那个背包 光送你那个雨伞 有啥用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的人还是会退顶 对不对 你相反你说像有的车呢 你比方说像我们之前试驾过的那个 自己的L6 或自己的那个LS6 对吧 这种车的话 虽然说也是新造工厂 也算新势力 是吧 但是订单毕竟没有像魏小李 没有像小米之类的那么爆炸 所以说产能的话 相对这个排气就容易充裕 忙得过来嘛 说白了 你像那个自己LS6的话 我听他们销售讲的话 一个月左右就能够提车了 所以说有的想尽早拿到补贴的那个朋友的话 着急用车的 就订那些交付快的车去了 是吧 当然还有的这个企业呢 它订单量大 但交付周期呢 还能够做到很短 你不要像特斯拉就已经做到了嘛 你像现在那个摩托三 对不对 订单很大的 你九月份我查了一下董车地 卖出去了两万多啊 那么两万多 一两万 这个摩托三很稳的 但交付周期呢 三到六周就可以了 没办法 人家你已经把那个超级工厂都建起来了嘛 产能是小米 天生就是你小米的好几倍 它的那个上海工厂 超级工厂 不光说能够快速满足国内市场了 欧洲那边有的时候产能不足啊 缺车了啊 上海这边把这个车称车出来之后 还可以直接运到那个欧洲去呢 满足欧洲市场的 所以说产能优势呢 我跟各位讲 也是一个车戟 非常重要的这个优势 虽然说你知道的 我们是坚定的那个国产新能源的这个支持者 我们是真心希望咱们这个国产车好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差距面前啊 咱该认还是得认啊 产能的话就是咱们国产车呢 要努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嘛 你其实包括手机其实也是一样的 哪怕就我们这个华为呢 就这个三折叠 上市都快一个多月了吧 但你现在去去去买那个三折叠 你试试看 还是缺货 说还是得等 但相反你苹果iPhone的这个16的话呢 交付周期就没有华为的那么长 是不是啊 甚至有的地方它都有现货的 你直接去买就行了 哪怕加价的话 也没有华为三折叠加价那么多的嘛 那很多人一开始 他就奔着那个三折叠去的 买三折叠 很多人还找我买三折叠 让我去推荐那个渠道买三折叠 但最后实在等不住了嘛 就又跑过去买那个苹果iPhone16去了 你看看 所以说产能这玩意的话呢 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东西你一旦做不好的话 哪怕你的产品好 哪怕你的这个营销好呢 最后放到你兜里的这个钱 都有可能呢 重新再溜出去跑出去 遗憾啊 总之我们这个国产车也好 国产手机也好 在产能方面的话呢 一定要继续加油 你说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